这个飞鸟投资轮 这个是西乡记 这表怎么没了 代表刘行李 天书接地戏 大家好 我是刘行李 我们现在是北京国贸 这个活动是宝珀办的 主题叫风味时间 当宝珀遇到陈小青 陈小青刚才就发表了一通言论 他说美食是会让人出轨的 他还说真正的美食 你是搬不走的 这句话就是给他的纪录片做广告的 但是他说的另外一个话很有意思 他说餐饮是餐饮 美食是美食 一个是生意 一个是艺术 现在咱们去看看真正的艺术剧 这个飞鸟投资轮 这个是西乡记 这个 哎这表怎么没了 嘿嘿 在我这 上手感觉还是很尊贵的 有一定的复杂感 毕竟是中华年历 这个赤虫工艺这个色格呢 也是非常的独特 这是一个东方的很古老的工艺 配合世界独有的中华年历表 还是非常的独特的 就这么一块 另外一个线线板呢是这个 这是一个 瓷盘法郎威慧 据说呢这一套表是咱们国家一个非常热爱中国文学的一个藏家定制的 表现中国古典文学题材或者是用中国的传统绘画手段表现中国文化还是很合适的 瓷盘威慧法郎工艺跟日内瓦法郎威慧工艺是非常接近的 据我所知法郎威慧每个颜色的用都是单独烧的 所以呢你看这里边有几个颜色这个盘就要烧几遍 非常复杂对了不管是日内瓦法郎威慧还是瓷盘法郎威慧应该都有一个最后一道工序对烧过的采用进行抛光 抛光的材料我印象里应该是一种碳块可以打磨又不至于损害表盘的一些表面抛光出来很光洁这就是这碳块 有人三口一头猪我是一口一个碳块开玩笑 这个呢实际上是宝珀请来的各种米其林的美食组在一起来庆祝国贸店的开业 刚才我吃的这个所谓碳块就是黑松露萝卜酥还有别的 这次活动其实是宝珀国贸装卖店开业的一部分 美食与万表的共鸣就先说到这里啊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留言互动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再见 谢谢